基隆港 基隆港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港湖 在台湾的历史上 在台湾的经济上 在台湾的交通上 在台湾的人文汇水上 基隆港 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重要 曾经它的关税收入 在台湾是整个占六层以上 而当年占领台湾五十年的日本人撤退 百万国军来台 就是从西码头上岸 当年所有军事政治文化历史都从这里 我们看到基隆港 二十年来讲军港西迁 讲了二十年 动也不动 但蔡总统在前年二月支持下 我们开始动 而这个 就希望在明年六月以前 一定要完成 我们不断建设训去看建设计 efecto 这边呢 我们不断看金港的西迁 而且我们未来整个在建设完成后 在建设完成后 我们的西二 西三 整个大楼整个建设完成都可以在港里面看着游轮金港 整个从各方面的建设 一直到相关的迁移改头换面 可以看出整个基隆港 过去只讲一个港 那现在是港式合一 过去只讲哪一个建设 哪一件建筑 但现在是整个连串 那基隆非常需要中央大理支持 蔡同同也一再交代指示 那我会特别来对于基隆相关工作 我们应该各部会协调的地方 我特别请秘书长跟郑伟来 去年当然受疫情影响 但我们相信在疫情过去 大楼完成 我们整个基隆人 甚至全台湾各地的人 都可以来在基隆的相关 新的建筑上 看着邮轮进港 也希望基隆能够越来越好 中央一定大力支持 我们各部会协调合作 一起让基隆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院长 谢谢院长